嗨 GG218 大家好 我是英秀 今天这个队伍看点十足 全儿SP吕蒙将鲁术 还是3S骑兵飞雄军 投稿朋友来自河北七福 小子 那叫三战 这赛季打得还挺干的 历史赛季也是 号组也是个积极分子 SP吕蒙的硕将咬鲁 有概率清除自身负面状态 自身造成伤害时 有概率使敌军单体进入寄存或震慑 受伤时有概率造成对应伤害 靠SP吕蒙自启动 造成控制几率非常低 所以得配合其他的输出战法 这也带了行击军略和卑蛇 兵书后发先至 鬼谋和妙算 算是输出位置了 而飞雄军的攻略 我也做过非常多集了 伤害和整个队伍的治疗有关 吃主将的效果和属性 看到这也能吃文武的属性 前二回合吃肾脏破阵 后面能吃坐断东南的破阵 治疗方面有兵吾 卑蛇 祭瓶和一粒 还是有保证的 而鲁术的属性转移给孙权或者吕蒙 其实都行不亏 三米五战都是全智力加点 直接看交战列表不能报喜不报忧 像这种50打44还是兵永克制 咱们就不看了 看一些有点亮点的 这个打陶原稍微看一下 飞崇峻我漂亮 一万二啊 全二一万 吕蒙一万 熬战五场的 第一场打一个盾 飞崇峻一万一啊 漂亮 孙权我闪一万五 吕蒙也是一万二啊 双核输出了啊 非常明显了 熬战四场呢 全都是踩盾的 能不能不踩盾的 看看真正的实力对不对 V550看看实力行不行 飞崇峻五千六 全二一万 哇塞 这次吕蒙啊 一万五啊 看到效果了啊 这次鲁树的属性 是转移给吕蒙的啊 绝对不亏啊 输出可观 好主这个剧本爽啊 打得刘备 所以盾特别多啊 飞崇峻七千二 全二七千 吕蒙七千 又是一个熬战四场 对面这个什么啊 骑兵的怪怪队啊 有点东西 看一下啊 飞崇峻七千二 漂亮 孙缺一万 吕蒙也有一万啊 快速方向啊 基本上都是踩盾的 挺鸡贼的啊 确实挺鸡贼的 胜频率啊 特别高啊 又是什么 熬战三场啊 熬战四场啊 什么的 这就对了嘛 收藏列表里面 收藏一场打输的 装用样子 一万八打两万八 输了不是很正常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样子装的也太假了嘛 太假了 飞崇峻一千五 对面是有盛气的啊 拳而被玩客啊 哎呦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好好好啊 打干代诚 两万一打一万七 哎呦 完败啊 飞崇峻三千五啊 拳而没有发挥 也是被玩客了啊 盛气 可以 耗主直面人生 输了就输了啊 我们武斯基 打对面攻兵都是 四十多级的小宝宝 全败啊 两万一打两万九 但对面六十二的士气啊 哇靠 飞崇峻二千二啊 没发挥 拳而和鲁树也是啊 下面看号啊 鼠枪 白板鼠之志 好了 周一到周五 晚上摄影直播 免费看号啊 只直播一个小时啊 我们到时候见了啊 拜拜 拜拜